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如何去定义你的context的type 还有use reducer这些type 好,那这个程式码其实跟 第一次讲TypeScript和Reactor的程式码差不多 我们就要三个component 然后去新增一些资料 然后把资料渲染出来 然后去把它删除 就这样非常的简单 所以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在功能的实作 而是在怎么去定义我们的context的type 好,那我们就先一样开始 先建一个新的资料夹 因为我们的context通常会放在一个独立的资料夹里面 好,那我这边叫它product contest product contest 那一样嘛,我们进来之后 要先import我们的create contest 去建立一下我们的context 好,那我这边就简单的命名 我叫它product contest 然后context OK,然后等于我们的create contest 然后这边预设者我们先给none 这边有拼错我修正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hover到这个create contest上面 好,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范形 那它现在是infer到我们给它的这个none 所以就表示我们可以去pre-define 我先预先define我们的type 给这个context 所以我们写在上面 好,那我叫它product contest value 好,那要先知道我们要怎么去 要先知道我们需要哪一些probs 所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product这边 我们等一下会需要name discretion 然后还有price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id 因为我们需要透过id 来去删除我们建立出来的这个product 好,所以总共会有4个probs需要传递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定义 id string 然后我们的name 还有discretion 还有discretion 就是我们的price 好,那除了定义这几个 这4个以外 我们等一下还会去干嘛 新增我们的product 还有删除我们的product 所以这两个function也要定义进去我们的context里面 好,所以add product 好,那我预期它是回传一个void 因为我们不需要return任何的值 然后delete ok,好,那这两个function 它一样会接收参数,对吧 但我们现在发现说 我们要传递进去的这4个参数 我们如果把它定义在这边的话 会太长 所以通常我们一样会把这4个product 单独拥有的type把它拉出来 去重新定义一个type 叫做product 这样比较干净一点 也比较符合这个概念 所以把它丢进去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product里面 会有这4个props传递进去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product 放到我们的productcontext value这边 用一个end 然后在add product 这边我们刚刚说了嘛 它会传递进去的参数就是这4个 所以我们可以写productdata 这个是我们的producttype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delete product 刚刚有说嘛 它是需要一个id的 所以就直接简单的定义这个id 这个stream 这个context就定义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context 放到createcontext后面 它是一个范形嘛 所以用这个包起来 然后overnote ok 那现在这个type就已经定义完了 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provider嘛 所以 诶 这边有什么还是拼错 把它复制过来 ok 好 我们就直接export 然后default 我们的provider 所以product contextprovider ok ok 好 那这个productcontextprovider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包住我们的整个component嘛 所以它一定会接收到一个probs 叫做children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定一下它这个type 它的probs 等于我们的children 那children 那children就是react node嘛 前面都有讲过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把它解构出来 做一个使用 我这边按下control加i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 我们的productcontext.provider 然后把children渲染出来 好 那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provider 它是需要提供一个value的 让 这些component 被包住这些component 可以共享这些state嘛 好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去想一下说 我们需要哪一些state 然后以及我们会用到use reducer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定义这些state 好 那我们就先来定义一下我们的reducer的function 那一样先把use reducer给import进来 好 然后我们这边第一个参数 它回传的这个是第一个是prada的state嘛 就是我们的state 好 第二个是我们的dispatch 好 然后在use reducer这边就是要放两个参数进去嘛 第一个是你的reducer function 那我叫它prada product reducer 好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initial state嘛 好 那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去定义 我先写在这边就好了 好 那先来定义我们的product reducer 这个function 好 所以我写在上面这边好了 好 function 好 我们的product reducer 好 那这个reducer function 因为我们是把这个function丢进去给use reducer嘛 所以这个function会接收到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state 就是我们当下的state嘛 好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action 那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action去做一些操作 可能我们丢进来的action里面会有装一些参数嘛 然后根据这个参数去决定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state 好 那state还有action 这两个type我们都还没有去定义 好 所以先定义这个state的 好 那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product product 好 那我希望这个product state里面有一个totalproduct 就是我的product的总数 那是一个number 那第二个就比较重要了 是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product都要放在里面 所以叫products 好 那它的type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product阵列 好 所以等一下这个products 这个probs里面 装的这个值 都会长这样子 里面每一笔资料都会长ID name description 还有price 每一笔都是一定要遵从这样的格式 好 那定义完state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products state 丢给这个state 去定义它的type 好 那再来是我们的action 好 那action我们刚有讲可能会有几个操作 两个 一个是新增 一个是删除 好 所以我们在定义在下面这边 我叫它action 好 那这个action呢 我们等一下一样会传type进来 好 那这个type 它是一个union 因为我等一下会 传两个动作进来嘛 第一个是新增我们的product 好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删除product 好 这两个动作 好 那除了type以外呢 我们还会传资料进来嘛 所以我们通常会叫它什么 会叫它payload 好 但是现在这个payload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新增这个product的时候 需要带几个参数 我们这边下面有去定义嘛 在这个function 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参数 都给这个add product function 但是在delete这个动作呢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传什么 只需要传ID 所以如果你payload 直接写我们的 product的话 那就在delete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delete它并不会接收到 我们这四个参数 好 那这样子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去定义 好 那我们上一支影片 前几支影片有去教嘛 TypeScript有一个discriminate union 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再另外去定义 add product 还有delete product 这个type 所以我们先来定一下 add 这个叫它add product action 好 然后在这个add product action里面 它的type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一个 只会有 只会传递进去 只能接受 add product这个字串而已 其他你要是传递 delete product进来的话 是不被允许的 会出现错误 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pay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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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product 那add product定义完之后 就要定义我们的delete delete product action 好 那这个delete里面也很简单 只需要传入这个delete product OK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什么 payroll 但是它是 id 是string的这个格式 好 那这样子就定义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 这两个结合成变成一个 discriminated unit 所以我放在action这边 所以add product action delete action OK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action 丢给我们的这个参数了 去定义一下他的这个type 好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 我们在使用reducer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干嘛 还要去return我们的state 所以在return的这个值 我希望 他return的这个格式 是product state 所以就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丢到这个function后面 好 那我现在先来完成我们的reducer function 所以我可以这样写 if 我们的action 点type 等于 这边就有两个给你选 是新增或是删除 那我们先写新增的 好 那在新增的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if里面 我们就可以先去把我们的product 给拿出来 他会在我们的payload里面 然后我们还要去干嘛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需要回传 叫做total product 等于我们的state 点total product 加等1 然后这就可以直接return了 先把前面的state 都一样要return回去嘛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total product 还有我们的products 那我们要先把前面的product 一样要return回去 然后再加上什么 我们新的这个product OK 好 这是新增的这个function 所以新增的就已经写完了 好 但是我想真的这个function 改善一些地方 我把这个products定义在外面 好 这样才看起来不会那么乱 好 就他new product 等于我们的state.products 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的这个product 我传递进来这个product OK 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new product丢进去 好 那这是新增的 我新增的这个function 我新增这个动作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的删除 所以action.type 等于我们的delete product 好 那我们现在 我去把他拿到这个payroll的结构 然后来看一下 你在这边按下ctrl加i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只拿到了id 因为他很聪明 type square很聪明 他知道我们现在是在delete product 这个动作里面 就跟我们上面定义的一样 在delete product这个动作底下 你只会接收到这个id而已 你并不会接收到什么 我们前面的这些name description 还有我们的price OK 但是你现在在这边 在这个 新增的这个function里面 新的这个if里面 你结构的话 你是看得到其他的 你是看得到其他参数 我这边特别讲一下 他这边一样把上面的复制下来 只减等于1而已 还有我们的new product 我们就使用filter 去删除我们的元素 去过滤掉我们的元素 这边就到一个 price ok 然后price 点id 不等于我们传递进来的id 然后就把它return 这边都一样 直接复制过来 那我们现在储存完成这个function以后 你还是发现说 type script跟我们说有错误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 return我们的stat回去 我们都是在if里面 这个条件达成之后 我们才return我们的stat 所以我们这边有去定义 我们的return type 我们一样要把stat给return回去 就在下面去写returnState 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好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reducer定义完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还缺什么 还缺我们的initialState 那这个initialState也很简单 就定义在 state的下面好了 它是对应到我们的productsState 那initialState 我们的totalProduct 一开始就是0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products 是一个空的阵列 我这边好像拼错了 initial 这样应该没有错 然后把它贴回去 那上面这些 我们的这些type 都已经定义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去 建立我们的value 传递进去给这个provider 那这边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边的操作就是跟我们以前用的contest 还有reducer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去建立一个 Prada prada product contest 那它这个type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给它了 是我们的product contest value 所以我现在在里面按下 ctrl加i 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跟我们说 我们有哪些东西是需要定义的 那这边我想要改一下 上面好像写错了 因为不想要再重新这边去 一个一个写id name 什么的 我是等一下会整包物件传进来 所以我们回去看一下 我们的product contest value 看一下 product 这边 我希望它是等于product state 应该是这样写的 这样子才对 所以我们可以滑下来 再ctrl i一次 应该会看到product 有了在这边 那这个product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reducer给我们的这个state 所以product state 点我们的product 好 再来是我们的total product 那一样 就是我们的state里面 那还有两个function add product 还有delete product 那就直接autocomplete 然后我们的delete 所以你发现说 我们如果使用type script 去定义的话 就是我们使用autocomplete 的话就很方便了 直接帮我们长出 我们要的这个格式 好 那现在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使用这个dispatch 就是reducer的操作了 好 那我们type如果是传递 新增product的话 我们这边的payload 就是要传入我们的product data 好 那如果是id的话 那就是删除嘛 所以type是删除的 payload是我们的id 所以现在这样子就定义完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ontext 丢到这个provider的value里面 ok 好 那这样一个context的type 就定义完了 所以我们定义也是定义的蛮久的 定义了蛮多type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他要怎么去操作 那就是跟我们以前用的context一样 好 那第一步骤一样 我们需要import我们的 看一下 provider product context provider 这个要先把我们整个component给包起来嘛 先把它import进来 好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在 现在我们包住了嘛 所以底下的这一些component 都可以去共享 我们定义的 这些value了 好 那我们先到addprada这边 去使用我们的context 所以要先使用usecontext 所以要先使用usecontext 然后另外还要我们的prada contest 我是不是有把它export 看一下 在这边 我要把它export出去 好 然后储存 那prada contest 有了这边 有了这边 那我们就叫它pradactx 等于我们的usecontext 然后把prada contest丢进去嘛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怎样 去使用这个context里面的这些value 就是我们刚刚有add product delete 还有products 还有我们的toto product 但是比较习惯的是把 这个context建立成一个customhook 我们就不用每次都还要这样去呼叫了 所以我们可以建一个新的资料夹 叫hook 然后里面有叫他useprada contest 然后里面一样需要去import这两个 所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export 然后useprada contest pradacts 等于我们的usecontext 然后把我们的prada contest丢进去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if 我来判断一下我们的context是不是no 所以pradacts 要是等于node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throw一个 new arrow 那这个 arrow讯息我先不写 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 我们的这个productcts ok 那现在储存以后 我们回到我们add product这边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们只要import这个hook进来就好了 所以useprada contest 我这边就直接改掉了 那这样写的好处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做一个结构 所以你按下ctrl加i 你就会看到 我们有这几个东西可以去使用 我们add product 是我们需要去使用到的 那么现在就是要去取得这几个 input里面的value 所以我要去 在onsubmit的时候 handle submit 或是handle add product 我去定一下这个function 所以它会传递进来这个event 那event它对应的这个type 是我们的phone event 然后它是一个html的phone element 然后prevent default ok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取得这个input里面的值了 好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呃 newphone data 来去取得 就不用再去额外键hook 不然 现在这影片可能会太长 所以newphone data 定我们的1点current target 然后帮我们拿这个data 使用object.fromEntries 取出来 好那我们之前面好像都没有看到我们的画面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data 它的值长什么样子 所以储存 然后去run一下我的环境 ok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在里面随便去输入嘛 这个文字怎么是黑色的 没有关系先不管了 好那我们按下submit 在infor这边 你就会看出我们已经取得到 这三笔资料了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三笔资料 使用这个 add product的这个function 把资料新增进去我们的stat里面 所以我这边可以先删掉 好然后我就直接去使用这个function 好那我们需要传递几个参数 我四个嘛 我第一个是id 那我要用crypto.randomuid 然后name 等于我们的data.name 等于我们的data.name 然后description 等于data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price ok 但是你现在发现有错误嘛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data里面 好他并不知道这个object.frontentries 这个frontdata 他是回传什么样的 这个type给我们 所以我们什么样的props和type 所以我们hover到data上面 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 这个物件对应的这个keyvary的形态 他并不知道里面有这个name discretion还有price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针对这个data 先给他一个属性 先给他一个type 就是我们还不知道 他会回传什么样的type给我们 所以是一个unknown的 然后在我们可以建立另外一个变数 去重新断言他 那我叫他 istrackdata 在我们的data 然后在这边你用as的方式 断言他就是说你确定这个data的格式 这个type里面会长什么样子 那么里面有name strim discretion strim 然后strim 然后还有我们的price 是我们的number 好 那你现在去 extrackdata 然后点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有这三个 这个让我们去选嘛 有这三个property让我们去选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变数换上去 那另外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我们回到我们的product context 因为我们刚回传的资料都是什么 是我们的price 这个type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type给export出去 然后先储存 然后在这边去把这个type给import进来 在我们的store里面 然后ctrl-i找到我们的product 好 所以可以到说它是这个product的type 好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直接extrackdata 然后点 你会找到id 但是在这个id 我们是没有要去取得的 我们是使用cryptorain的uid的 我们并不会去取得这个id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你可能用omit 把这个不要的type给拿掉 所以product 小product 然后第二个放这个id 好 所以现在你在使用刚刚这个方式 取得data 点 你就找不到这个id了 好 那我们的新增就完成了 好 那新增完成之后 我们就是要把 新增完成的资料给渲染出来 好 那在我们的product list这边 所以现在的操作都已经非常的简单了 就跟之前差不多 所以useproductcontest 然后一样去import我们的product ok then useproductcontest 然后ctrl-i去取得products 然后在这边去训练它 products.map product 把这些probs都传递进去 ok 好 那现在这个product一样嘛 它 还不知道它会接收到什么样的probs 所以会出现错误 所以我们一样 先储存以后 然后来到我们的product 然后就一样把 product这个type 那这边我们需要 import 那这边我们需要 import两个嘛 一个是我们的 诶 我刚才已经把它建成customhook 所以是useproductcontest 还有我们的product 那这边命名冲突到了 所以我们用use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product 所以product props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的product props 好 那就把这几个值都结构出来 还有我们的什么 deleteplaza这个function deleteproduct 好 那现在可以把这些值都放进去 所以name description 还有我们的price 最后是我们这个button 它会有一个onclick 删除了这个function要去使用 所以deleteproduct 然后把id传递进去 那这样子都已经写完了 type也都定义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功能正不正常 我这边好像没有给key product.id 好 就回到画面 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随便输入 然后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delete ok 好 那功能也都是正常的嘛 所以今天这一支关于react type script 怎么去定义你的context 还有reducer type的影片 就到这边 那一样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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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